今天其实是一个 谢谢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那也是台南最适合旅游的季节的开始 每年在这一个春天的季节 其实刚好 那个湿度也刚刚好 那这个天气也刚刚好 那太阳的热度暖度也刚刚好 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即将我们也要迎接 我们所谓的情人节 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节庆 从2月14号开始 一路到3月14号 也是在传统 我们的情人庆祝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 所以在市长的一个发想之下 他也认为说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浪漫的玫瑰花海 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用这白色的这个氛围 来用这样三元色里面 那代表着纯洁 也代表着一个真心 更代表着我们玫瑰花浪漫的 这样的一个意涵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市民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日 这样的一个季节 能够感受到暖暖的这样的一个 浓浓的一个情意 那同时呢 也希望就是说来到台南 观光旅游的这些游客们 他也可以来我们台南市政府前面 这个西来海广场这里 来走一走 除了说我们的议会 其实在农历年前开始 它就已经有灯节 也一路热闹到现在之外 那另外有我们再来接棒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气氛 让这个白色的玫瑰花 爱在台南浪漫花海 这样的一个布置的一个意象 来迎接我们所有的民众 那我们的活动呢 从2月12号 就是今天开始 到3月27号 每天呢 就是晒午的5点半 到晚上的10点 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推荐大家 最漂亮拍摄的时间点 就是在江宁未云江岸 未岸的一个时间 其实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来这边每个人怎么拍 都可以变成网红网美 这也是我们在这边 布置一个浪漫的一个花海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在整个台南市 我们都可以准备 很精彩的一个内容 来迎接我们的民众们 那当然这段时间 其实有这样的疫情 所以我们也很忠心的 在这边提醒大家 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所以我们也针对 我们的场地做了一点管理 大家可以看我们整个 玫瑰花的一个花海的设计 我们是设计单一入口的 一个动线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都来配合 我们这个防疫的相关规定 那单一的入口 那同时呢 大家也都要戴上口罩 那保持适当的一个社交 友善的一个距离 那另外我们还提醒一点 我们这几天在试灯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民众很热情 都来看 也来参与 也有带着它可爱的宠物们 都有过来 那我们就发现说 当宠物们太靠近我们的花的时候 我们的花会受到惊吓 所以也要请各位 就是也要稍微关注一下 你的这个小动物们 尽量也要帮我们爱惜花草 不管是我们的玫瑰花海也好 还是我们这一块美丽的草地 那在这里呢 也衷心的期待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玫瑰花海 让大家能够在这样子特殊的节日 能够感受到满满的台南人的浓浓的人情味 跟满满的这个爱意 准备给大家爱意 那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拜个晚 我们虎年行大运 虎年大吉 旺旺 OK 谢谢 谢谢 感谢我们郭曾会郭局长的一个介绍 刚局长